据环球网7月8日报道 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西瓦德7日表示 阿富汗军队下周将从美国获得7架黑鹰直升机 以及必要的军用装备 据悉有消息人士早前透露 美国将向阿富汗提供37架黑鹰直升机和两架A-29攻击机 阿富汗代表团访问华盛顿期间双方就此达成一致 目前美国和北约部队正在撤离阿富汗已完成了90% 7月6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从阿富汗军方和政府消息渠道得知 由于美军撤离阿富汗过于匆忙 有超过7000名包括基地组织 塔利班高官和毒枭在内的恐怖嫌犯重犯头目 被扔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防范薄弱的监狱内 这些人随时可能越狱 一旦他们重获自由 阿富汗即可能重新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 这个基地一旦被塔利班接管 美国在阿富汗长达19年的反恐战争 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笑话 目前塔利班武装人员正在进攻省会脑榜 据信这是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以来 塔利班首次试图夺取省会城市